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301期迷彩虎军情 我是你们忠实的战友虎牛露露 在当今世界 石油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 对于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 都有着重要意义 今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同飞 国内的石油需求缺口也不断加大 自从1993年成为石油进进口国以来 进口石油在我国的能源供给结构中 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前不久国家有关部门发布公告称 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工程 第一期工程已经顺利建成 这对于确保我国的能源安全 保障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稳健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本期节目 露露就带大家全方位的了解一下 战略石油储备 美国是第一个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 1974年 美欧等国成立了国际能源署 要求各国建立应急石油储备计划 当时规定的标准是 各国应至少储备60天的石油 这一标准在后来又有了相应的提高 战略石油储备对国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战略石油储备可以保障供给 使国民经济各重要部门 特别是军队能够正常运作 纵观各国的历史 石油消费量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息息相关 一般而言 两者的比例在1比1.5到1比2之间 如果不能保障稳定的石油供给 势必会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虽然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但是由于巨大的基数 对于石油的需求只会有增物减 另外一旦爆发战争 失去了稳定的石油供给 再先进的武器装备 也和废铜烂铁没有什么区别 希特勒进攻苏联 日本进攻东南亚 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夺取石油资源 而他们之所以失败 缺少稳定的石油供给 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现代战争中 石油的消耗量更是大的惊人 海湾战争中 美军的燃油日消耗量在6万吨左右 持续42天的战争行动 一共消耗了近300万吨燃油 微信搜索迷彩虎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回复关键词石油 看看强大的苏联如何被石油淹死 其次战略石油储备可以稳定油价 海湾战争期间 由于担心战争造成减产 石油价格在短短两个小时之内 大幅度上涨 美国总统布什下令向市场投放 战略石油储备 国际能源署也随后宣布 每天向市场投放250万桶 战略石油储备 这些行动对于稳定国际市场的 石油价格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战略石油储备也可以作为一种武器 美国等国开始战略石油储备计划的年代 正是苏联蒸蒸日上 处于巅峰的时刻 庞大的石油出口 乘着石油价格高涨的东风 为苏联赚取了数量惊人的外汇 而到了80年代 美国等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得到了进一步缓和 一方面 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 迫使产油国扩大石油产量 另一方面 在国际市场上大肆采购石油进行储备 从1978年到1990年 美国的石油储备增加了近5亿桶 与此同时 国际油价却持续低迷 苏联为了获取足够的外汇 来购买粮食等必需品 只得用扩大产量的方法来增加收入 这反过来又扩大了石油的市场供给 拉低的价格 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我国从2003年才开始建设 战略石油储备工程 按照国家石油储备中长级规划 2020年以前 形成相当于100天石油进进口量的 储备总规模 截至去年年底 我国已建成舟山 郑海 兰州 天津及黄岛国家石油储备洞库 共9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 共储备原油3325万吨 但是相较于发达国家 我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仍显不足 迄今为止 美日等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普遍都在90天以上 而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只能满足34天的需求 远远不足以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 不仅如此 我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分布不均匀 安全性也不够好 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 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 而东部沿海的地质条件缺少大规模的地下沿洞 只能采取地面建冠的方式储存 现有的战略石油储备不仅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 布局也需要进一步优化 曾几何时中国是世人眼中的东亚病夫 是一穷二白的平油果 而如今中国不仅有了大庆等特大型油田 在可燃兵核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上 也步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中国的能源安全在未来一定会得到切实的保障 节目最后可建一款看新闻能赚钱的APP作为福利 每天没事打开浏览新闻 即可获得金币奖励 金币自动兑换现金 超过30元可提现 现在注册还送两元现金红包 您还可以邀请好友帮你赚钱 每邀请一个好友图获得两元佣金 好友的每次阅读将送您20金币 好友越多金币收益越多 大家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搜索 玩头条 开始看新闻赚钱之旅